结婚当天,我的妈妈跪下,逼我把我老公让给妹妹 我的哥哥催促我,你懂点事情吗,保利有抑郁症,不能受刺激的 我爸直接一巴掌甩向我,哭什么,天生的扫把星,当初死的怎么不是你 没关系,我会死的 可当我的死讯真的传来时,哥哥冷漠的脸闪过慌乱 假的,肯定是骗人的 爸爸捂着心脏疼痛不堪,怎么会,他那么有本事 我的妈妈更是悲痛欲绝,一遍遍跟我说对不起 但我已经死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除夕那天,妈妈做了一大桌的菜 一家子围坐在一起,场面温馨又热闹 凌晨的钟声响起,外面烟花绚烂 我的家人们举杯庆贺 祝我哥哥工作顺利,祝我爸爸裁员广进 祝妈妈身体健康,祝妹妹顺利成婚,幸福美满 没有一句祝福和我有关 也没有人想起,这家里还缺少力过我 直至妈妈的手机响起,焦躁的,急切的 是我打来的电话 她冷着脸,不耐烦地挂断 而我躺在冰冷的泥土上,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 我死了,死在全家团圆的除夕夜 我的灵魂回到了家里 他们吃完饭聚在一起看春晚 顺便讨论妹妹杨宝丽的婚事 说着说着她忽然眼中泪光闪动 婚礼那天,我想邀请姐姐来 但她恐怕还在怪我,该怎么办呀 我爸冷哼一声,这个你不用管 我们就是绑,也要把她绑过来 就是,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他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我哥很不能理解 妈妈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 她总是让我操心 当初生她的时候怀着双胞胎 医生都说她是抢了妹妹的营养才活下来的 怎么就是不足呢 又是这句话 从小到大,我听了好多遍了 这是我从生下来就带着的原罪 每一次被提及 都会让爸妈和哥哥们怨恨我 他们会自觉地将我排斥在外 看着我如同在看一个杀人凶手 哪怕我也只是一个孩子 我在这些鄙视怨恨下战战兢兢 哭泣无助 我渴求她们的爱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抱养了另一个女孩 她们称呼她为宝宝 她们给予她我从未有过的偏爱 并要求我赎罪式地为她付出一切 但凡妹妹想要的 只要我有,都必须给她 小到一只钢笔,一个娃娃 大到奖学金,竞赛资格 甚至我的老公 我和陈远帆是研究生同学 一见如故,再见清新 我们本该像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 恩恩爱爱的,毕业就顺利结婚 可言三大年 杨宝丽也考进了我们学校 成为陈远帆的学妹 她总是有问题,需要姐夫帮助 总是不开心,就找姐夫 毫不避讳 她依赖着她,崇拜着她 看着她的眼神,寒情默默 我看着她们越走越近,出声警告 她们却默契地彼此否认 陈远帆甚至为表忠心向我求了婚 我太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这多年对她还是有感情,就答应了 但在结婚当天,杨宝丽出现了 她泪眼婆娑地送上祝福 姐姐,虽然我痛失所爱很绝望 但我还是祝你和学长百年好合 我有些错愣 平时姐夫姐夫叫的甜 这又叫学长了 大婚之日,我懒得计较 喝了这杯酒就算了事 可她却抽泣一声,晕倒了 爸妈们心疼极了 苗苗,你别结婚了 把远帆让给宝丽吧 是啊,她有抑郁症 没了爱情,肯定病情加重 以后该怎么办 你是姐姐,李硬让着妹妹,快答应 她们激动地劝着 和从前一样,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我眼眶发红 如果说我也有抑郁症 你们会让着我吗 我爸顿时暴怒 你什么意思,嘲讽宝丽是吧 真是欠收拾 她握紧拳头 如果不是有外人在 她恐怕真的会出手 杨宝丽忽然流泪了 她晕倒了 闭上了眼睛,却还在哭 我妈看到心如刀割 苗苗,你就成全你妹妹和远帆吧 妈求你了 说完竟直接朝我跪下 我吓着了,拉她起来 可她不愿意 就那么跪着 煎熬我的心 而这时陈远帆也满眼愧疚地看向我 苗苗 我不想宝丽出事 让我带她离开吧 我保证会回来的 我了解她 说出这种话 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眼中泪水忍不住落了下来 我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 我看着镜子 里面的自己妆容精致 穿着婚纱,美丽圣洁 我本该在今天成为一个幸福的新娘 可此时此刻 我和一个小丑没有分别 敲门声响起 是陈远帆 一家人看到她热情极了 将她迎进来 她也是过来商讨初五的婚礼细节 她看了看四周 有些奇怪 杨苗她不回家过年 杨宝丽顿时红了眼眶 姐姐肯定是怪我们才不回来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陈远帆心疼地抱住她 是我说错话了 别管她 她回来也是会气 宝宝别难过了 专心当你的新娘子就好 杨宝丽破涕为笑 不许这么说话 不管怎样她都是我姐姐 这样体贴实大体的言论 让大家赞美赏识 顺便对我很狠唾弃 我在她的对照下 总是倔强古怪 不讨喜 就连我每次好不容易得到的荣誉 也会因为她的操作 而得不到亲人们的一句祝福 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我写的散文 得了秋收卑一等奖 我想邀请爸妈来颁奖现场 分享我的喜悦 并且主办方也有意采访 一下我们家出篇新闻报道 他们答应了 可颁奖那天 他们却打电话 说来不了 宝丽又哭了 还四肢无力 怕是抑郁症犯了 我们得陪着她 说吧直接挂断电话 不给我一丝求情的机会 我一个人拿着奖杯 发表感言 然后去跟主办方道歉 因为爸妈不来 既定的流程需要重新再排 他们阴沉着脸 指桑骂槐地说叫 我不敢反驳 拼命忍住 才让眼眶里的泪没有掉下来 后来 我在杨宝丽的朋友圈里看到照片 爸爸妈妈带她去游乐园玩 她坐在旋转木马上开心地笑 手指还比了个耶 这就是抑郁症吗 为什么每次我需要父母时 她都恰巧抑郁 真正抑郁的 明明是我 夜很深了 大家陆陆续续都要睡了 家里三十一厅的格局 爸妈一间 哥哥一间 杨宝丽一间 而我 只能睡客厅里 用几块不格出来的小杂物间 里面放张小床 就很拥挤了 我尴尬难熬的青春期 在这里度过 有时想换件衣裳 都是为难 我曾抗议过 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和杨宝丽一间房 两个女孩子住一间房很合理 更何况那间卧室是家里最大的 可以放下两张床 可杨宝丽不愿意 她说我不配 跟她住在一起 我曾哭着反驳 为什么我不配 我也是这家的女儿 可爸妈永远不会为我出头 只是一心偏袒妹妹 她们固执地 将我赶进那个杂物间 无视我痛哭流涕 她们心疼妹妹的眼泪 而我的眼泪 只会让她们厌烦 她们会说 你是姐姐 你要知足 你要懂事 明白吗 类似的言论层出不穷 为什么三个孩子里 只要求我懂事呢 只要求我一个人 我对她们而言 就那么不重要吗 我曾伤心地 想要寻找那么点存在感 因此故意在一次放学后 没有回家 我躲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 希望爸妈会担心地过来找我 可我等啊等啊 太阳落下 月亮升起 终于有个中年妇女 急匆匆地跑过来 她抱紧她的女儿 如同抱着 事而复得的珍宝 她说 宝宝别害怕 妈妈带你回家 小女孩搂中母亲的脖子 满满的依赖和欢喜 我羡慕极了 想着 只要爸妈能找找我 我被打死也开心 可她们还是没有来 连一个电话都没打 我擦了下眼底的泪 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自己回家 家里人边吃饭 边看电影 其乐融融 连一个眼神都不曾给我 我委屈地唤了一声 妈 她转过脸 满是嘲讽 还知道回来啊 怎么不死在外面 心一煞 妈妈如同被利剑刺穿 妈妈 如今我真的死在外面了 你开心吗 除夕过去了 很快到了杨宝丽结婚的日子 爸妈有意大办 邀请了很多人 整个酒店大堂 都人来人往的 亲戚们聚在一起 说着祝贺的话语 再顺便互相攀比 攀比自己儿女 听说女婿是大厂工作 一个月二 三万 宝丽可真有眼光 直媳妇 你手上的大金镯子 是你女婿给买的吧 不少人都羡慕地望过去 我妈摸着镯子有些发愣 神情尴尬 这镯子是我买的 去年的母亲节 我听了心理医生的劝解 主动去修复亲子关系 就买了这个镯子 希望妈妈高兴 可她收了 却一直埋怨我乱花钱 不见一丝喜悦 有亲戚感叹道 咱们这辈的儿女里 最有出息的属 你家大女儿杨苗 研究生 还吃国家饭 又努力又有本事 直媳妇 你真是好福气啊 我妈握住金镯子的力道 更大了 眼神有些恍惚 她大概终于想起了我 杨宝丽呼得忧伤道 姐姐确实优秀 就是不着家 储夕都没回呢 连我的婚礼也 她欲言又止 一副很受伤的样子 我妈脸色冷了下来 将金镯子摘下 随意放到包里 不提这个不笑的东西 今天大好的日子 大家吃好喝好 杨宝丽趁着喝酒 唇角不着痕迹的弯起 看 她总有办法 让妈妈快要对我有好印象时 猛地击碎 很小的时候 妈妈对我也没有那么不好 我终究在她肚子里待了十个月 与她血脉相连 记得有次生日 妈妈说要送我一件礼物 我开心地从早上期待到晚上 妈妈笑着拿出一件小裙子 怎么样 喜不喜欢 粉色的漂亮白褶裙 又有哪个小女孩不喜欢呢 杨宝丽有好多件 我也终于有了第一件 我开心极了 抱着裙子不撒手 在屋子里转圈圈 谢谢妈妈 我好爱妈妈 我热烈地表达着我的感情 妈妈不知不觉红了眼眶 愧疚地摸了摸我的脸颊 我狠狠点头 欢喜得脸蛋都红红的 可这时 杨宝丽走了过来 只悠悠说了一句话 姐姐真幸福啊 要是另一位姐姐也活了下来 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这么好看的小裙子 妈妈的眼神一下子变了 从满含慈爱 变得冰冷怨恨 她将小裙子一把抢过来 拿起剪子 就是一顿咔嚓 你妹妹命都没了 你还好意思穿新衣服 凭什么 不调嘻嘻啦啦的落下 我心疼得嚎啕大哭 不要 妈妈不要 求求你别剪了 可没有用 那条裙子被剪得稀巴烂 扔到了我脸上 我抱着她 像是抱着破烂不堪的自己 杨宝丽走到我面前 朝我满是恶意的笑 我满眼是累地问她 为什么这么对我 她只是笑嘻嘻地 一边吃棒棒糖 一边回答道 因为我不喜欢你呀 我也不要家里其他人喜欢你 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 他们的爱 我不许你抢走一分一毫 于是 从此他们出去玩不会叫我 孩子们的礼物 理所当然地不给我 甚至连拍全家福都才掉了我 如他所愿 我得不到亲人们的一点爱 我曾像疯子一样 歇斯底里地质问 然后在深夜里 无助地抱着自己流泪 也曾卑微地讨好 努力扬起笑脸 像仆人一样 为他们奔前走后 只盼他们能在意我一点 哪怕只有一点点 可我还是无数次被忽视 我在无爱的深渊里 苦苦挣扎 我无人可依 婚礼结束了 杨宝丽跟着陈远帆 回了他们的心房 爸妈他们也回家了 为了迎接杨宝丽的婚礼 我在客厅的小杂间被拆了 零散的东西堆在角落里 妈妈看了心烦 终于回拨了我的电话 可铃声响了很久 没有接通 我妈脸色难看极了 又不接电话 还记仇呢 妈你别生气 我打试试 我哥开始疯狂打我电话 没想到真的给打通了 杨苗你死哪儿去了 过年都不回家看爸爸妈妈 你还当自己的杨家的人吗 再不回来 你的那些破烂 我直接给扔出去 里面沉默着 两久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在我这儿 要想他回来 就转我十万 否则别打过来了 我哥愣住了 然后匆忙挂断电话 果然啊 这凶手真是了解我的家人 一提为我花钱 那是巴不得有多远躲多远 我妈着急询问 怎么样 她怎么说 我哥含糊过去 没说啥 挂了 我妈眼眶泛红 颓废地坐下 开始指责我不笑 忤逆 甚至说 如果当初是妹妹 活下来就好了 每每听到这句话 我都会心痛 哪怕如今是灵魂 也依旧觉得难受 我是不被期待的孩子 从出生到长大 都是如此 哪怕我消失这么久 他们也丝毫不关心 没想过 我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留给我的 只有埋怨 妈妈 你知道除夕夜那天 有多可怕吗 我被按进泥泞的土地里 冰冷的雨点 砸在我身上 我觉得好冷好冷 像是掉入一个 可怕的冰窟 里面还长满了荆棘 我拼命地逃 拼命地跑 却还是被刺的鲜血淋淋 我害怕地尖叫 哭泣 挣扎 满心地恐慌无助 我求神求佛求你 求你救救我 自从婚礼事件发生后 我和家里的关系更差了 他们从不过问我 除了缺钱时 向我张嘴 记得除夕那天晚上 妈妈打电话过来 又是问我要钱 她叹着气 亲家父母嫌保利的嫁妆少 你有钱的话 能不能再添多五万 我简直无语 你们好意思让我出钱 苗苗 你好歹是她姐姐 帮帮她吧 她嫁妆少往后 在婆家抬不起头的 我冷笑 那关我什么事 这是你们要操心的 妈妈说不出话来 一旁的爸爸直接怒吼 我们的钱 得留着给你哥找媳妇 你一分也别想惦记 我告诉你 这钱你必须出 你赚那么多 给家里人是天经地义 我火冒三丈 当我是傻子在吗 我们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吵到最后 我心寒至极 直接挂断了电话 老一辈都认为 铁饭丸了不起 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我根本没有 他们想得那么舒服 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 我不会来事 老被莫名其妙地针对 总有不属于我的工作 推到我身上 我只能拼命地加班 发烧生病 也不能请假 好不容易干完了 奖励没我份 单责任时拿我顶锅 就因为我没背景好欺负 我向领导申诉 却被一顿托 他怒吼着 一口一个废物垃圾地骂我 我在这些辱骂中 头晕眼花 心计焦虑 今天被骂得尤其狠 我实在撑不住了 提了离职 天上下雨 路上行人更少了 我打了个车 脑袋昏昏沉沉地 报了地址后 靠在座位上小气 司机戴着帽子 点了点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了 发现窗外的路越来越偏 根本不是回小区的路 我慌了 猛地拍窗户 可窗户早锁死了 根本出不去 你到底是谁 赶紧停车 我要下来 他轻笑着 不说话 车速却更快了 我焦急地要打电话 却发现车内信号被屏蔽了 这是一处山坡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男人力气很大 直接将我摔到地上 你想干什么 抢劫 可他根本不要钱 宁笑着 脸上有两道疤 在闪电映射下 恐怖吓人 他猛地伸手 掐住我的脖子 杨苗 为什么你什么都要跟保利抢 他得病已经很可怜了 你还去勾引他男人 真该死 你这种水性洋化的女人 真该死 他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 我几乎喘不上气 杨宝丽 他为他出头 难道是那个传说中的 神经病前男友 在遇到陈远藩之前 杨宝丽谈过一次恋爱 说是网恋 男人特别特别爱他 甚至贷款供他花销 那段时间 他简直灰金如土 可惜他根本没看上他 连家人们想见一见都不愿 用完直接给甩了 你误会 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 只相信自己相信的 眼神执拗又疯狂 我拼力挣扎着 手脚磕到石头上 疼得脑袋晕沉 他忽然犯病了 低下头 看着我的脸 目光痴迷 宝丽 我的宝丽 让我得到你吧 身上的衣裳被剥落 我恐惧得浑身发颤 不要 不要 我不是杨宝丽 我也没有抢他男人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生前已经受够侮辱了 难道连死也要这么屈辱吗 L我竭力去踢他 却被他狠狠压制住双腿 不得动他 宝丽 你要乖乖的 恶魔的声音在耳旁回荡 我手指哆哆嗦嗦地摸到自己的手机 偷偷最快回播第一个电话 妈妈 救救我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等啊等啊 却只等到被挂断的响声 在大雨之下脆弱至极 男人发现了 将手机狠狠摔碎 然后更加残忍地惩罚我 你又去找别的男人了 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不好 贱人 贱人 他发了狂 拿起石头 不停地砸我 我的身体成了破烂 鲜血四溅 好痛 好痛啊妈妈 血慢了出来 我的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眼泪合着雨水落下 终于 我在无边绝望里耗尽了生机 大概是受到血缘的指引 我的灵魂回到了家里 这些天 我就这么看着他们 心寒如铁 徐宝丽快回门了 我妈开心地去买菜 准备给她的女儿女婿 做一桌好吃的 摊主热情地给她介绍着 顺便说起了我 你家大女儿真是个好人 上次我路上有点不舒服 差点晕倒 还是她给我送医院的 我想谢谢她都找不到人 你尽管挑 这次不要钱 当我谢谢她的 你真幸运啊 我要有这样的好孩子 做梦的都能笑醒 我妈神情很僵硬 她是不适应听到别人夸我的 她更擅长应对别人 夸赞我哥和徐宝丽的场合 她哪有那么好 在家人面前忤逆得很 摊主笑了笑 孩子嘛 有时候发脾气 也是变相地撒娇 咱们做大人的多包容一些 我妈愣了愣 脸色微微发白 她从没有把我当成孩子 更没有包容过我 这时电话响起 是警局打来的 她终于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飘到妈妈面前 认真观察她的表情 妈妈你难过吗 痛苦吗 可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她的神情很平静 买完菜后默默回了家 我自嘲地笑了 果然不该生出期待呀 妈妈 你真是一点也不爱我 我好恨你 家里人都聚到一起 沉默地坐着 只有妈妈忙上忙下的 她一会儿收拾地 一会儿洗碗 停不下来 直至碗摔了 巨大的声响 在寂静的空间里 震耳欲聋 她看着低血的手指 神情呆滞 我爸发怒 够了 别处着了 咱们一起去把尸体接回来 爸爸 干嘛这么凶啊 妈妈又不是故意的 杨宝丽娇撑着 走过去安慰妈妈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妈你吓着了吧 别难过 你还有我这个女儿呢 我妈抬头看着她 她的小女儿妆容精致 鲜艳欲低 完全不像我 总是素面朝天 清清冷冷的 她眼波颤了颤 第一次对宝贝女儿的话 没有回应 若按往常 她早就深感欣慰地 夸赞她了 杨宝丽不甘地咬了咬唇 伸出了手也收回了 第二天一早 几人来到了警局 警察暖心地安慰了几句 然后带他们去看尸体 凶手行凶后 抛尸于湖中 恰巧这两天 有渔民打鱼 发现后报的警 白不掀开 形状可不 被抛过的尸体 浑身肿胀 不少皮肉已经腐烂 凄惨至极 杨宝丽第一时间转过脸 捂住嘴差点吐了 我哥和我爸也是 倒吸一口冷气 连忙背对过去 不敢再看 只有妈妈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目光掠过我身上的 每一寸的伤口 警察叹了口气 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凶手叫王刚 已经抓住了 是个独居的宅男 精神有点问题 对你女儿已经观察 一个多月了 是有目的的报复 原因貌似 和你的小女儿有关 杨宝丽一听 这个名字就慌了 连忙摆手 警察叔叔 跟我没关系啊 我和他已经分手很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再联系 我都结婚了 不信你可以查 警察点点头 但还是让一个女警 将他带出去做笔录 我妈在我死后 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音调都哑了 警察同意了 男人坐在审讯室里 双手被扣 浑浑噩噩的 直至见到我妈 眼睛才亮起来 伯母 宝丽呢 我的宝丽去哪了 我帮她解决烦恼了 她肯定会很开心吧 我妈嘴唇发颤 是宝丽让你杀人的 男人摇头 宝丽是最干净的仙女 她怎么会做这么可怕的事 说我看到她小浩的诉苦 决定为她分有解难的 她姐姐真是不乖啊 我杀起来可麻烦了 死前还企图拨电话求救 兮兮 好像是打给伯母的 你为什么不接呀 她难过得一直喊妈妈呢 我妈眼瞳一阵 猛得直愣愣地盯着她 警察见状 赶紧让人把凶手带下去 阻止她的胡言乱语 杨苗妈妈 你节哀 我妈僵硬地转头看向她 看得警察都有些发猛 杨苗妈妈 怎么了 她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说 我却明白 她是惊讶了 因为第一次有人这么喊她 从小到大 她听的都是宝丽妈妈 郑凯妈妈 我是被忽略的 很多外人甚至不知道 杨家还有我这个女儿 因为父母嘴边提起的 总是只有我哥和杨宝丽 妈妈 你觉得愧疚吗 我的尸体火化了 一行人带着我的骨灰盒回家 车上杨宝丽一直哭 我真的没想到 她会做这么可怕的事 如果她对付的是我 那她不敢想 赶紧扑进妈妈的怀抱 妈妈 我好害怕 可妈妈并没有如她所想的 伸出双手抱住她 安慰她 而是坐在座位上 低头玩着手机 她慌了 拉着妈妈的衣袖流眼泪 妈妈 你是不是在怪我 跟我真的没关系 警察都查过了 你也知道的 呜呜 其实姐姐死了我也很伤心的 她捂着脑袋 咿呀呀的很难受 一副抑郁症又要犯了的模样 我哥看得心疼 连忙安慰 妈最爱你了 怪你什么呀 别多想 说起来 杨苗命格够邪乎的 怎么连自己也给客死了 我妈猛地抬头 你说什么 我哥有些尴尬 她明明知道 这话对我而言有多恶毒 她是你妹妹 她死了 是人渣 是坏人的错 不是因为她自己 我哥附和了一句 眼神却很诧异 这还是妈妈头一次向她强调 我也是她妹妹 杨宝丽明显察觉到什么 目光变得阴沉 她抱头喊痛的声音更大了 可怜兮兮的 嘴里还一直喊妈妈 可妈妈始终不应答 我爸生气了 女儿叫你呢 你聋了 妈妈将手机界面 呈现在杨宝丽面前 目光是前所未有的冰冷 你在小号上说 姐姐抢你老公 从小到大都欺负你 还霸凌你 为什么撒谎 这话一出 另外两个也震惊了 谁不知道在这个家里 她是绝对的公主 所有人都护着她 只有她欺负我的份 哪会允许我欺负她 杨宝丽脸色顿时苍白 坐立不安 我明白了 她很可能早就知道 王刚一直偷偷关注她 所以在小号上 故意发这些 为的就是让王刚 这个神经病对付我 杨宝丽肩膀颤抖着 眼泪大颗大颗往下落 我不是故意的 我翻病时情绪抑郁 就不由自主 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也没想到 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后果 她哭得那样伤心 到最初为止 宝丽都说是抑郁了 老婆你别小题大做了 可苗苗也抑郁了 我妈说着 将翻出来的诊断书 扔到我爸面前 深度抑郁 悲观绝望 爸爸妈妈嫌弃我 哥哥妹妹伤害我 极度缺爱 自残多次 患者身上伤痕累累 企图自杀 每一句都触目惊心 我爸仓皇的和尚 胸膛微微起伏 她终于明白 抑郁不是杨宝丽那种 矫情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抑郁是血淋淋的残酷 而这边杨宝丽 还在喊着难受 妈妈将我的药递给她 正巧你姐姐这儿有药 要吃吗 她愣住了 一煞哑口无言 杨宝丽当然不会吃药 一下车就赶紧跑了 回到家后 妈妈收拾着我的东西 透过那些 她大致明白 我漂泊在外的样子 没有光鲜亮丽 只有忙碌的生存 崩溃的治疗 她摸着我破了一个洞的袜子 久久没有松手 哪个孩子像你这样 总是嘴硬 只会跟父母吵架 有委屈也不知道找我说 我在一旁红了眼眶 心里酸涩至极 妈妈 我有说过的 可你当时怎么做的呢 我第一次被杨宝丽欺负时 就曾找过你 但你只相信杨宝丽虚伪的哭泣 只顾着安慰她 我委屈地拉你衣裳 妈妈 我没有骂她 明明是她骂我 还撕我的书 你不耐烦地推开我 大声呵斥 你还学会撒谎啦 宝丽这么小 怎么会做坏事 你做姐姐的 本来就该让着她 做姐姐的 我是做姐姐的 你总是向我强调这一句 因为这个身份 我所有的委屈 都理所应当地承受 可你却从没有因为 哥哥年纪大而要求过她 妈妈 你不爱我呀 我所有的委屈 跟你讲又有什么用 妈妈 我也是你的孩子 我不求你最爱我 只求你爱我一点点 可为什么连这一点 爱你都不肯 为什么 我下早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黑色的墓碑上 刻着我的黑白照 笑得无忧无虑 仿佛我是被 娇养长大的姑娘 我爸和我哥 都低头抹眼泪 杨宝丽更是嚎啕大哭 一口一个姐姐 患得亲切至极 亲戚朋友们都劝着解哀 并感叹家人们 对我的感情真好 我站在一旁 觉得荒诞 哭声不绝 只有妈妈神情木然 葬礼结束后 我爸埋怨她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这个当妈的 就算是妆 也该流两滴眼泪呀 否则传出去 让别人怎么说 妈妈没有说话 只是呆呆望着远方 阳光下她的白发 触目惊心 几天后 她拿着我的死亡证明 去派出所给我销户 民警拿起印章 正要盖下去 她突然出声 等等 民警好奇地看向她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她嘴唇颤抖着 想说什么 又说不出来 良久只能摇了摇头 红色的印章 终究盖了上去 我妈拿着户口本 看着上面鲜红的两个字 祝销 她终于意识到 我真的死了 这世上再无我 她的手指颤抖着 被挤弯了下来 蹲到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 苗苗 我的孩子 怎么办 你还这么年轻啊 对不起 妈对不起你 她呼唤着我的名字 满脸泪水 痛苦蚕食着她 我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也湿了 在我死后一个月 我的妈妈 终于为我哭了一场 妈妈后悔了 她对我的思念 所有人都看得到 她将我的遗照 摆在床头 日日祭拜叩首 她为我特意收拾出 一个房间来 给我买了 好多漂亮的小裙子 她喜欢含笑跟别人 讲我小时候的事 会忍不住 向别人夸赞我 她说 我的女儿 其实很好很好 是她没有做好妈妈 她在夜里 总是看着的照片 和物品流泪 一遍遍小声 换我的名字 苗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着她做这一切 心里五味杂陈 妈妈 不要这样 生前我卑微地 渴求着你的爱 你却不给 可现在我死了 你才开始爱我 已经来不及了 我想离开 但怎么也走不了 血缘祭绊着我 我只能日复一日地 看着他们 直至一件大事发生 我哥遇到了杀猪盘 一下子被骗了一百万 这其中不仅有她存款 还包含着贷款八十万 这个数字 对我们家来说 无疑是她添大货 爸妈的存款 全田进去也不够 正巧这天杨宝丽回家 我哥崩溃地求到她面前 她听后 震惊地捂住嘴 然后眼泪像珍珠似的落下 我哪有钱 每个月的生活费 都靠手心朝上要呢 而且还不一定要得到 远藩自从知道杨苗死了 对我总是冷嘲热讽的 她说我有心机 当初故意勾引 才破坏了他们的良缘 还总拿她跟我比 说她会赚钱 学历高 她 她还打我 妈 我这是要气死了 她掀开衣袖 露出里面的淤青 希望一向疼爱她的母亲 给她做主 可我妈表情冷漠 只是反问一句 她说的不都是事实吗 你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杨宝丽一煞 我爸瞳孔震动 难以相信妈妈会这么对她 妈 你干嘛呀 姐姐不是我害死的 你怎么能怪我呢 她眼泪汪汪的注视可怜 我爸宽慰她 你妈最近脑子不太正常 别跟她计较了 倒是你哥的是 你想办法帮帮忙 杨宝丽委屈摇头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也没钱啊 陈远藩更不会给我的 我哥眼睛一亮 想起什么 你有 你的彩礼加上嫁妆 三十万肯定有吧 我爸大笑 立刻附和 不错不错 三十万天进去 后续还款也容易些 宝丽 你快借给你哥 杨宝丽呆愣在原地 额头上汗珠 止不住往外冒 我 我还需要钱买房子呢 定都定了 胡说 我之前跟妹夫聊过 你们根本没有买房计划 钱你刚存尽存折呢 我哥越说越激动 说白了 你就是不想借 对不对 杨宝丽被戳破后 顿时恼羞成怒 我不想借怎么了 这是我的钱 我的 我爸对他的歇斯底里 表示震惊 宝丽 你怎么这么自私 咱们是一家人啊 你哥平时可最疼你了 一家人 杨宝丽指着自己 哈哈大笑 少来了 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杨苗才跟你们是一家人 你们吸完他的血了 现在又想来吸我的 想都不要想 他张牙舞爪地大吼着 面目猙獰可不 我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仿佛是第一次发现 他的真实模样 你 你个白眼狼 从小到大 我们从没亏待过你一分一毫 我们对你比亲生的还要好啊 杨宝丽轻哼一声 所以杨苗命见啊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爸妈脸色一煞雪白 我哥直接一巴掌甩过去 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也配提起喵喵 我不配你配吗 别忘了你以前是怎么欺负他的 剪他头发 撕他作业 骗他的钱 听说他被绑架 要比钱是一毛不拔 现在他死了 你跟我装什么好哥哥 我哥举起的手缓缓落下 他脚步亮呛 面色苍白 那些过往在他眼前闪现 我不是故意的 他刚生出来时 我很喜欢这个妹妹的 我还抱过他 都怪你 一直跟我告状 在我面前不停地说他坏话 我怎么就信了呢 明明 明明他才是我亲妹妹啊 他捂住脸 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悔恨之心肉眼可见 杨宝丽嘲讽地笑了一下 推开门走了 我爸看着他的背影 痛心疾首 猛地捂着心脏 倒地不起 哭喊声响起 妈妈坐在地上边笑边流泪 报应 都是报应 爸爸成职误人了 杨宝丽和他们断绝关系 不再来往 我哥从此背上了巨额贷款 不少都是网贷 利息很高 他只能像个陀螺式的拼命打工 可还是杯水车薪 讨债地频繁找上门 被打更是家常便饭 无数次他都哭着求别人放过他 他不敢回家了 四处逃窜 行销鼓励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我的墓碑前 他被人按着打断了腿 痛得满头大汗 鲜血洒在我坟前 他慌张拿袖子去擦 嘴里喃喃道歉 喵喵别怕 哥哥给你擦干净 这还是他第一次自称是我哥哥 他大概也想到了 低下头痛哭 眼泪滴在血上 触目惊心 我叹了口气 没有再看 而妈妈一大把年纪 也四处打零工 身形销售的不成样子 他变得沉默寡言 沧桑的如同一个活死人 只有对着我一向的时候 他眼睛里才有光 他问我下面冷不冷 饿不饿 他用仅剩的口粮 为我做出美味的佳肴 以便便地请求我来吃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默默看着他的苦难 看着他直不起来的腰 看着他满头白发 心里的恨和愿中 就一点点消散 妈妈 别再惩罚自己了 我在他耳边轻轻说着 他只感受到风吹起 他猛地站起来 满眼热泪地唤我 苗苗 你回来了吗 苗苗 妈妈好想你 好想你 我流着泪 心酸至极 开春后 爸爸终究坚持不住了 他终日躺在病床上 出气多进气少 脸颊凹陷得像是骷髅 最后一刻 他回光返照一般清醒了 他拉着妈妈的手嘱咐 我死后给我烧些枪啊剑啊 生前我这个当爸爸的 没保护好苗苗 到了地下 我不能再让他受欺负了 妈妈眼含泪光地点头 爸爸笑了 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我闭上眼睛飘远 心里终究还是难受了 家里没钱 给爸爸伴葬礼 火花后撒进了大海 那天我听到妈妈 小声道 苗苗 很快妈妈也过来陪你了 我心里生起不祥的预感 果然 第二天 他约了杨宝丽 杨宝丽这两年也不好过 陈远藩出轨把她甩了 还把她的钱挥霍一空 她离婚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此次妈说要重归就好 并让她住回来 杨宝丽欣然赴约 看到妈已经做好一大桌子菜 更是开心 她亲切热热地喊妈妈 甜言蜜语说了一大堆 好像决裂的事从没发生过 我妈笑了笑 给她夹着菜 像以前一样 听她诉苦并安慰她 可那些菜里 已经备下了致命的农药 我亲眼见到妈妈倒进去的 杨宝丽还大口大口地吃着 满嘴的油光 直至腹内脚痛 她痛苦地大叫 整个人从椅子上摔下来 躯体像躯一样扭曲着 艰难地朝妈妈伸手 我错了 妈妈我错了 我跟杨苗道歉 我不该害她 对不起 救我 求你救我 可我妈只能冷漠地看着她 像是在看一个死物 杨宝丽直至这一刻才惊觉 妈妈是真的不爱她 她接受不了 痛苦又绝望 妈妈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啊 她崩溃得流泪 匍匐在地的哀求 头发散乱 壮如厉鬼 这个从小被宠大的妹妹 终于体会到了 我曾经不被爱的滋味 噗的一声 黑色的鲜血 从她嘴里吐出来 染红了木地板 她的双唇和指甲已经泛子 身体因为痛苦 扭曲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曲线 最后 以这样的一个可怕姿态 彻底没了气息 妈妈眼离毒发不远了 她捂着肚子 颤颤巍巍地抱起我的一项 苗苗 妈妈为你报仇了 等到下面你会原谅我吗 我摇着头 再也忍不住泪水 妈妈 别这样 求你了 去医院吧 你还可以活很久的 妈妈 不要死好不好 你信不信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哭求着 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越来越虚弱 而我的灵魂越来越轻 我可以去投胎了 妈妈终于再见到了我 她追赶着我的步伐 哭着跟我道歉 苗苗 你受了好多 妈妈对不起你 你骂我吧 恨我吧 她声音里满是痛苦和后悔 我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妈妈 我早就不恨你了 但我也忘不了你曾赋予我的伤害 是不被偏爱的怒骂 是永远指责的家务 是付出再多你也觉得理所当然的态度 我好累了 妈妈 做你的女儿真的好累 所以 咱们就此别过 忘了我 我也会把你忘掉 下辈子 我们就做陌生人 只愿对面不实 各自安好 她张开双手 想要拥抱我 可就在她触碰的刹那 我的灵魂消散了 她猛地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不要 苗苗 妈妈求你了 她一遍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生生气血 可我没有回头 我仿佛看到姥姥了 这个生前一直偏爱我的人 老太太还是那么的慈祥温柔 她心疼我这辈子的辛苦 笑着牵起我的手 她说 她已经给我找到一户好人家 那户人家夫妻恩爱 人品正直 我会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他们无比期待着我的到来 我将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成为一个自信大方的女孩 一辈子平平安安 幸福快乐